在一个日常到不行的日子 我收到一封令人惊喜的私讯 小稿您好 我是新宇航空公关室的Wesley 嗯 本公司于7月1日起直飞台北复国岛航线 并将开航台中复国岛航线 OK 希望邀请你和北比一同前往玩乐 哇 好啊 然后从确定要去复国岛那一刻起 我开始超认真的做功课 我看了每一支关于复国岛的影片 分析了岛上的每一个景点 精准算出每一个行程的时间 为了不浪费这难得的假期 I'm ready 旅程的第一站是新宇航空的贵宾室 每次经过 我都会很好奇里面是什么样子 邀先生您的私人飞机已经到了 不去就回 一进门就能感受到一股没在赶时间的氛围 每个人都很悠哉的在聊天 看报纸吃东西 像是味噌拉面 烤鲑鱼 胡椒饼 连每天早上六点 就开始排队的富航粥浆都点得到 旁边的自助餐区 有熟食 沙拉 跟饮料 也有充足的助免酒精 不过要注意一下 喝太醉不能上飞机哦 是一个会让人放下飞行焦虑的好地方 啊 吃饱了吗 超饱 等一下想干嘛 都可以啊 要不回家打电动 先生 要准备登机咯 吃饱喝足之后 我们搭上了新宇航空的班机 啊 真舒服 可以好好睡 我们即将开始点餐服务 呃 好想吃肥鸡餐 可是还在跑 这时我脑中冒出一个声音 如果吃不下 就不要硬吃了吧 这餐我勇敢pass 我要喝鸡上特条 先生您好 这边帮您介绍一下餐点哦 不好意思 这餐 今天的餐点是海鲜青酱蝴蝶面 各活动酱烧台湾猪五花洞 餐厚甜点是全伟家意识冰淇淋 如果有需要 现在还可以帮您加点新语特条哦 每个都要两份 谢谢 然后突然间 是在叫我吗 stop yes you see that sign 呃 no no什么啊 原来这里不能拍照 sorry we didn't know it's just a selfie we need it right now see please forgive us get out 是说可以走了吗 ok thank you 快走快走快走 come back 诶 我们因为语言不通 所以开始用google翻译 结果我看到讯息的瞬间 岛中闪过人生跑马人 我们有警告你们却不遵守 这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 无法原谅 立刻遣返 离开 越南 有没有搞错啊 你在干嘛 你这个偷偷牌 快再开得到吧 我刚才什么都没拍到 你的照片就要迁返回国 太夸张了吧 当下我真的很想跟他这样说 但身为资深情侣系插画家 我的求真语告诉我 要忍耐 seek 小狗 seek 绝对不能遣返回国 看来只剩这招了 I Am So sorry 希望你能感受到 尘寺的道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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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Talk to my boss 我像是要听判决的犯人一样 战战兢兢的接过电话 哈喽 照片删了吗 删子删了 知道错了吗 知道了 以后好好重新做人吧 终于通关之后 从机场到我们入住的饭店 大概20分钟车程 这次入住的房型是Beach Farm Villa 房间很大 是独栋的楼中楼 打开房间落地窗 就能享受无敌海景 还有兔子毛巾 跟每天都会自动再生的零食 第二天 我很早就起床了 因为 我精心安排的复国岛之旅 终于要登场了 今天 先到北岛的Grand World按摩跟Shopping 明天 到南岛的V-Wonders 做浪漫摩天轮 后天 是野生动物园为场景录 到后天 到海星沙滩看夕阳 最后一天 再到复国夜市做完美Ending 昨天的一点小差距 根本不算什么 我要开心的迎接我的假期 复国岛 我来啦 复国岛的第一天 暴风 在吃早餐时 baby一直在安慰我 搞什么 我竟然忘了查天气 明慧西 明天就会赚钱吧 明天应该就...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复国岛跟我要吵... 不要太难过 来放假啊 可以chill一点啊 呃... 你是... 这里冬天有很多来自欧洲旅客 一来就待两三个礼拜 来这么久要干嘛 还不就为了那件事... 耍费啊... 耍费啊... 咦... 我们有餐厅 有泳池 有gym 还内建 SPA 连头都不用你自己洗 踏出房间就是海 是个完美的耍费度假景点 而且我们房间少 不接团客 非常适合喜欢 慢步调的情侣来度假哦 哪都不去的耍费 不就是我最在行的吗 都会倒对不起 我误会你了 那我就不打扰 先走了 不好意思 吃到这么晚 没关系 不急 早餐 工医到下午一点哦 接下来几天 我们真的就是安心耍费 在饭店听海浪 做SPA 有够抒压 饿了就叫外送吃 意外吃到我这辈子 吃过最好吃的佛 还被招待了一个 超级浪漫的烛光晚餐 感谢星宇航空 跟Famiana度假村 我们在富国岛玩得很开心 非常放松 现在星宇航空 也有台中直飞富国岛航线咯 那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